近期天气慢慢转冷,许多人都会想要喝红豆汤来暖暖身子,或者女生生理期来的时候也习惯喝红豆汤来补铁。 其实红豆汤不只是暖胃好吃而已,红豆更是好处多多,对此营养师高明明,就分享了吃红豆的六个好处与红豆的营养成分。 高明明表示,每100公克的红豆,含有328大卡的热量,61.5公克的碳水化合物,18.5公克的膳食纤维,11.14毫克的维生素液,162毫克的铁,7.1毫克的铁,1203毫克的钾,以及110.7微克的液酸。 而高明明也整理了六个吃红豆的好处。 一、对抗自由基,红豆含有大量多酚,可以帮助人体抗癌、抗发炎,甚至是红酒的1.5到2倍之多。 二、促进排便,红豆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,能帮助分辨柔软、不卡关,并促进肠胃蠕动。 三、补充孕妇营养,红豆的液酸可以降低新生儿的脊髓、大脑,出现严重的先天缺陷风险, 因此孕妇及妈妈可以多多补充红豆,以维持宝宝的健康。 四、保护心血管。 红豆的甲含量高,可调整血压,维护心血管。 二、如果身体缺乏钾离子,就容易导致心律不整,消化功能失常。 五、舒缓焦虑。 红豆里的美可帮助放松紧绷神经,帮助睡眠。 也可以附助钙、钾的吸收并参与蛋白质的合成。 来维持人体的健康与功能。 六、利尿消水肿。 红豆的甲离子可帮助排掉身体过多的那,有利尿消水肿的功效。 所以在吃完重口味的大餐后,若担心那含量过高, 就可以来一碗热热的红豆汤,以帮助排除那离子。 最后高明明还提醒,是手红豆汤里面的糖量。 几乎是不可控制的,所以高明明建议。 大家可以自己煮,除了可以享受原味。 也对身体更健康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分享。